來,好 大家好,我是哥倫南 少林妙峰一趟北京之行 哥武員算是把妙峰給打服了 妙峰成為第二個扛得住哥老師三下的人 可是老頑童卻躺著也中槍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讓我們現在來看看事情的來龍去脈 都知道少林妙峰今年打假了好幾位春天大師 只有老顽童可以说是一战风神 可是他最中意的还是想打假歌舞员 现在可以说妙峰已经打假完歌舞员了 歌老师凭实力让妙峰折服 他认为歌舞员是他到目前为止 在网络上遇到的最有实力的传统武术高手 之前打假的那几位大师 有春拳断转的 也有打钢筋混凝土的 虽然说他们的功夫已经很高了 可是和歌舞员比起来 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上 歌舞员练习的是通媒拳 他的发力方式让人看得很轻松 不过穿透力却非常强 而那几位大师发力方式 用的是一种实力蛮力 像趁拳断转 或者是徒手扎钢筋混凝土 这都属于表演 而歌舞员练的是通媒拳 是传统武术中的一种拳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妙峰打假歌舞员时 是怎么被通媒拳的魅力给吸引了 我们都知道 妙峰一直扬言 要扛歌老师的十个批掌和十个鞭腿 陈道大罗硬扛了歌舞员三下 成为拳网唯一一位硬扛三下的男人 因为其他各大博主或者网红去了以后 只是一下就能打到他们吃牙亮嘴 妙峰评教自己的实力 咬牙硬挺了三下之后 实在也是挺不住了 虽然说没有达到他所说的十下 不过三下就足以让他成为 第二个英恒歌舞员三下的男人 歌老师的鞭腿 一下就可以让对方痛苦不堪站不起来 而妙峰又挑战十下 不过在现场妙峰只尝试了一下 看着跟没什么感觉一样 是因为妙峰经常练习抗击打 所以他能扛得住 要是我们普通人没练习过的话 被歌老师踢上一脚 就是那些博主们表现的那种效果 至于妙峰所说的 要扛歌老师十个鞭腿 使他在拿着腿把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他能扛得住 歌老师也说了 谁都能随便踢 歌老师徒手扎扮手 这也没有做假 一般的扮手 歌老师的确能打得弯 除非那种质量非常好的 他屁不弯 他也和歌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通门权的发力方式看得很轻松 不过穿透力比较强 他要用他二十年的功力 应接了对方三下 这次北京实行 让妙峰对歌舞员有了重新的认知 亲眼见识到了歌舞员的真正实力 到底有多强 那罗两次探访歌舞员 对他佩服的五体独地 专门请人写了一幅自画送给他 可是歌老师只敢收下 不敢挂起来 一带哎呦 你这不不不 这也太大了 罗师傅这也太大了 你这我没 那罗自信要把歌舞员架在火堂口 主要是罗师傅的好奇心太强 歌老师彻底把他给征服了 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 妙峰也承认 到目前为止 歌老师是他遇到的最有实力的传统武术高手 其他人那些大师 根本和歌老师不在一个段位上 这样一旦封神的老顽童躺着也中枪 认为他手皮混凝土只是一个表演 此话一出立马就有人不认同了 老顽童没有名判 当时打完他带来的钢筋混凝土 直接就走了 根本就没有往妙峰身上打 所以不能一概而认的说 他和歌舞员不是一个等级 打砖打混凝土也是传统功夫者的一种 就像少林七十二亿 功夫跟拳统不一样 练拳不练功 我个人认为 妙峰打架我必须支持 这段话说的也很好 不过我觉得他总结的有点偏扑 老顽童觉得有真功夫 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简单 没有硬功夫打不开水泥 这段话对老顽童有些不公 妙峰可以引导大家爱上传舞 但是没有必要去贬定有功夫的老顽童 虽然说他是街头表演 但是他没有作假 实打实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 老顽童还是很厉害的 各位大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期论讨论 谢谢我们下期见